俄羅斯2月24號入侵烏克蘭後 兩週之內油價飆漲超過三成 國際能源署署長比洛爾表示 成員國準備使出戰略石油儲備 美國總統拜登昭爾宣布 全面禁止俄羅斯石油天然氣進入美國 英國也宣布相關政策 國際油價飆升到每桶130美元 隨之而來的物價上漲恐怕波及全球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慧林解釋 近兩年來因為疫情各國政府的紓困政策 也就是俗稱的印鈔、打撒幣 大量的熱錢給通膨帶來了必要條件 國際關係學者孫國祥認為 能源禁運導致原物料價格上漲 可能使供應電問題雪上加霜 就是整個供應鏈的問題會更加的嚴重 導致未來的通貨膨脹在全世界也因此會升高 孫國祥認為 相關制裁將拖垮俄羅斯經濟 也將考驗各國的財政能力 中國也難置身事外 新唐人記者林岑新、劉芳 採訪報導 新唐人記者林岑新、劉芳 採訪報導